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DK 今天的中国历史名将系列 为大家讲述的名将是 大破西契丹年军,三战三劫,降服契丹三十六部 大破吐蕃北线主力的河东四镇节度史,王中四 王中四,原名王迅,父亲王海斌 曾官至太子幼卫律,丰安军史,丰绝太古南 在笼上以骁勇闻名 开元二年,公元714年7月,吐蕃进犯农幼 唐玄宗下诏,命农幼防御使薛纳 率领杜宾克、郭之运、王骏、安斯顺抵御 薛纳任命王海斌为先锋,到五街与吐蕃兵交战 王海斌取胜,杀获了很多吐蕃军 众将嫉妒他的功劳,按兵观望 王海斌兵少,寡不敌众,随后战死 而唐朝大军则趁胜进攻 斩首了17000吐蕃军首级 缴获了战马75000匹,刘阳14万头 王骏率军与薛纳军会合 一起追击吐蕃军 又在长城堡击败了吐蕃军 前后杀获吐蕃军数万人 唐玄宗联系王海斌 追赠他为左金五位大将军 王忠寺当时刚满九岁,被受认为上免奉裕 入宫拜见唐玄宗,他伏地大哭 唐玄宗安慰他说 你这是相当于祸区病的遗孤啊 等到你连撞之后,定当拜为将军 并将他从王迅改名为王忠寺,收养在宫中 李亨当时为忠王,唐玄宗叫他与王忠寺交往 王忠寺长大以后,为人勇猛刚毅 寡言少语,赋予用兵的谋略 唐玄宗与他谈论兵法 王忠寺对答如流,唐玄宗很器重他 说道,你今后必然成为良将 让他试着担任了代州别将 王忠寺经常率清记出赛 李亨禀告了唐玄宗说道 王忠寺勇于战斗 但也恐怕会在战斗中损失他 因此朝廷将他召回 开元十八年,公元七百三十年 朝廷追正其父安息大都户之职 姓安王李依在河东 肖松出河西 多次引荐王忠寺为自己的部下 唐玄宗因为他年轻 心怀为父报仇的意愿 下诏不可以认为重将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七百三十三年 肖松入朝,王忠寺说道 我跟随先生已经有三年了 没有什么可以回报天子的 于是请求率金兵数百袭击敌 恰逢吐蕃赞谱大球 在玉镖川练兵 部下想要返回,王忠寺不听 提刀冲入敌阵 斩杀数千人 缴获刘阳数以万计 肖松向朝廷奏报了他的战功 唐玄宗非常高兴 多次签任为左卫卫将军 戴北都督 又封他为清元县南 之后王忠寺与皇府为名 互征高低 皇府为名诬陷他有罪 导致他被贬为东阳府左果义 何夕节度使杜西旺 想要攻取吐蕃新城 有人提议说 王忠寺富于才干 杜西旺奏请朝廷 朝廷下诏 追照他赶赴何夕 进军攻取吐蕃新城 王忠寺攻多 因攻被受任为左卫卫狼将 专支兵马 不久 吐蕃大举出兵 准备报复新城之败 早晨逼近官军阵地 唐军寡不敌众 全军都很惶恐 王忠寺单际挺进地震 左冲右突 一人杀死了数百人 吐蕃军慌乱中互相践踏 唐军从侧翼袭击 吐蕃军大败 由于战功显赫 唐玄宗下诏 授予左京五位将军 不久 又见左宇宁军上将军 河东节度赴使 大同军使 开元28年 又封他以本官 兼任戴州都督 设御史大夫 冲河东节度 又嫁云辉将军 开元29年 王忠寺替代韦光盛 为朔方节度使 多次加权至河东节度使 当月 田人晚作为河东节度使 王忠寺依然为朔方节度使 天宝元年 公元742年 王忠寺兼任灵州都督 同年北伐 与西路街在桑干河作战 三次打败他 俘虏了其大量人马 耀武漠北 凯旋而归 当时 突厥夜护刚刚发生内乱 王忠寺则率领大军 以威震赦 乌苏米什可汗 害怕请求投降 却变化拖延不到 王忠寺于是 在巴西密 与葛罗路 回合三个部落之间 使用反歼计策 攻打米什可汗 使之败逃 王忠寺又出兵讨伐 夺取其右乡而归 其西叶护即以必加可观 南西沙多 葛列多 率领其部中一千余帐 进京朝拜 于是授予左五位大将军 天保二年 王忠寺又击败陆阶 及突厥的军队 从此塞外安定 突厥不敢来贩 唐高宗初年 在吉宁城设有波斯都督府 唐玄宗未制定在中亚 抵制大石东扩的战略 问道群臣 西域诸国道理远近 作为弘奴卿的王忠寺 详细地向唐玄宗 讲述了前往大石的里程 天保三年 公元744年 突厥拔西密等九家姓业户 联合攻打 乌苏米诗可汗 将其首级传道京师 天保四年 王忠寺授予御史大夫 冲任河东节度采访五月 被封为清源县宫 李林浦看到王忠寺的功劳和名望越来越甚 担心他入朝当上宰相 于是就嫉妒他 暗路山暗中包藏反叛朝廷的志向 就以防御北方的敌人为托辞 修建雄武城 在城内储藏大量的兵器 他还提出请王忠寺派人协助修建雄武城 想趁机截留他手下的士兵 王忠寺早于约定的期限到达了雄武城 没有见到安禄山就率军返回 王忠寺屡次向皇帝控诉安禄山 将来肯定会反叛朝廷 李林浦也因此越来越讨厌王忠寺 王忠寺年少时以勇敢自负 到了身居将职 又以稳重守边为本职 曾对人说道 当国家安定的时候 作为将领的职责是抚恤军队而已 我不想凭借国家的力量 来捞取个人的公民 训练兵嘛 缺少分量的一定要补上 有一把重达150斤重的七公 曾藏于袋中 表示没有多大用处 军中士卒都日夜私战 由于常常派遣侦探 观察敌方的薄弱地方 然后出骑兵攻击 因而士卒喜欢这样做 师出必胜 每次军队出战 便召集各将领 交付兵器分发给士兵 虽然是一攻一戒 但都在上面刻着用的人的名字 战斗完后收回 如有遗失 就业明其身份至罪 所以人人自敏 兵器充足 天保四年 王忠寺又兼任河东捷渡采访时 从朔方到云中 边境线长达数千里 在要害地段开拓旧城 有的地方则自己制定规则 开拓边域各数百里 自从张仁丹守边四十多年之后 王忠寺继承了他的工业 北塞的胡人又停止了战士 天保五年正月 皇甫为名由于在河隆战败 王忠寺由此担任西平军太守 判五威军使 担任河西隆右节度使 这月又暂替朔方河东节度使使 王忠寺佩戴四种将义 控制万女 进兵重镇都归其掌握 自唐朝建国以来 还未有过这样的事情 不久朝廷又授予红卢卿 其余官职如故 又加授他资因子光禄大夫 并授给他一个儿子吴平官职 后来平平在青海基石作战 都大获全胜 不久又在末里讨伐土玉魂 占领其全国后凯旋 当初王忠寺在河东朔方很长时间 对边疆的情况非常熟悉 很得士兵人心 到了河龙 对当地风土人情很不是习惯 又以公民富贵自傲 威望比往日降低 因此于这年四月 王忠寺坚持让位朔方河东节度使职务 唐玄宗也表示同意 唐玄宗此时也正在考虑攻占石宝城 于是下诏令 遵循攻占的方法 王忠寺上奏说道 石宝城地势险要 土玻全力守卫他 如果以疲惫之势攻其坚固的城池 必将被土玻杀死数万人 之后战事才能完成 我想所得的不如所失的 所以请求修兵莫马 观察事态发展再夺取他 这才是上策 唐玄宗听了之后很不高兴 李宁浦也特别嫉妒王忠寺 每次都在寻查他的过时 天宝六年 董颜光献祭请求攻占石宝城 唐玄宗下诏令王忠寺分兵接应他 王忠寺勉强服从 董颜光也因此不高兴 河西兵马使李光碧告威 跑进来相告 等他来使王忠寺问道 李将军有什么事吗 李光碧上前说道 请商议军情 王忠寺说为什么 李光碧回答 大夫以士族为己心 又拒绝董颜光的怒色 虽然接受了诏令 实际上是耽误了他的谋略 为什么 大夫以数万兵出战 却不悬以重赏 这怎么能鼓起三军的勇气 大夫财博装满库房 何必可惜一万段的讲义 来堵住谗言之口呢 这次战斗若不能取胜将归罪于大夫啊 王忠寺说 李将军 我的决意已定 平生的出院 难道是追求显贵吗 如今力争一成 得到了他 也未必能遏制敌人 没有得到他 也对国家无害 忠寺怎么能以数万人的生命 去换取一个官职呢 如果陛下责备我 不就是失去一个金武与宁将军 回朝再做侍卫吗 其次难道失去一个在钱中的辅佐人吗 这些也是我心甘情愿了 即使这样 你还是关心我的 李光斌一谢道 我担心连累大夫 因而向你提出忠告 大夫能遵循古人之事 这不是我所能达到的 于是恭敬的退出 等到董言光 逾期未能攻下石宝城 便上咒朝廷 说是王忠寺延缓出兵 因而导致战士无功 李林璞又命令 济阳别家魏林 诬告王忠寺 声称自己过去 在担任朔州刺史 王忠寺任河东节度史时 王忠寺曾经说过 早年与忠王在宫中一起生活 我愿意遵奉太子 唐玄宗因此大怒 召见王忠寺入朝 命令三四详细审讯 王忠寺几乎被陷害致死 适逢戈书汉 代替王忠寺为拢幼节度 臣们唐玄宗宠宠爱 因而上奏 说王忠寺为冤枉 此语非常恳切 请求以自己的官职 来替王忠寺赎罪 唐玄宗露气才稍稍消逝 不过仍将王忠寺 贬为汉阳太守 天宝七年 公元七百四十八年 经过权衡后 王忠寺又转任为汉东郡太守 次年王忠寺暴毙 终年四十五岁 宝英元年 公元七百六十二年 唐代宗追赠其为兵部尚书 太子太师 北宋年间成书的 《十七十百将传》中 王忠寺位列其中 中国五代时期政治家 兼修旧唐书的刘迅 称其为 立功编语 为氏虎臣 南宋著名理学家 罗大金评价道 汉唯一赵冲国 唐唯一李忠寺 本朝唯一曹兵 有三代将帅气象 将王忠寺与赵冲国 和曹兵两位名将共列 今天的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收听 如果喜欢 请点赞收藏 祝您有愉快的一天 请不吝点赞收藏 请不吝点赞收藏